花蕊海参 原料选用熟猪蹄爪尖 水发海参250克 鸡蛋皮丝10克 熟笋尖片25克 熟火腿片15克 熟油菜心 精盐5克 味精白糖10克 胡椒粉 葱姜汁 烧酒20克 湿淀粉10克 酱油5克 做这道菜首先将水发海参 用泼刀片成长方形放入盘中 在熟蹄爪尖上用火腿冬笋摆成梅花形 将熟油菜心摆在缝隙处 把海参放在锅中 放清水 放清水 然后加入料酒 蹿一下 然后捞出 将水沥浸 取炒锅 放油 下入葱段 放入姜片 倒入海参 进行煸炒 加高汤 下入配料 酱油 清盐 白糖 味精 加入黄酒 放入胡椒粉 然后用湿淀粉勾芡 淋入明油 就可以出锅装盘了 装盘时将海参放在盘子的中间 然后将蛋皮丝放在梅花上 这道菜就做好了 它的特点是外形美观 汤稠焦厚 海参软糯味醇 皮爪焦浓耐嚼 这道菜就做好了 这道菜就做好了